中国大陆在外交人士上 最近有一个新的布局 来 画面当中我们看到这位刘建超 华尔街日报就报道说 这位中共中联部的部长刘建超 很有可能会接任中国大陆的新外长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资历 他今年59岁 非常的年轻 那么曾经在英国牛津大学 主修国际关系 他是翻译出身的 之前都是负责像越南北韩 这些共党国家 那专门是在国跟国之间 要建构政党外交 但也因此跟美国方面 打交道的经验其实并不多 另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他曾经是中国大陆 猎狐行动的要角 什么是猎狐行动呢 就是专门来负责追捕 逃往海外的中国大陆的 贪腐官员 在大陆内部抓贪腐 叫做抓老虎 打老虎 在海外就叫做猎狐 好 他曾经是这个 猎狐行动的要角 那当然他这个英文流利 不照本宣科的言论 也让美方觉得 真的是令人耳目一新 也被视为是说 没有战狼位的外交官 因为他也曾经多次的表达说 大陆方面没有意思 要挑战美国 或是改写国际新秩序 所以外界揣测说 刘建超的出现 代表将要延续习近平 为中美关系来降温的 这个政策基调 所以怎么样来解读中方 或说习近平的这一步外交旗 黄老师 中国大陆的外交官是不是战狼 或演不演战狼 不是自己决定的 他们是演员 那剧本是中央写的 或者是习的意志 只是他们在体会习的意志的时候 怎么去执行 第二个 刘建超基本上 最起码最近的新闻报道 他到美国去 规格是被给的很高 他可以反推回去 就是拜登政府希望能够缓和 东美之间的这个关系 非常明显 那么第三个就是 很多人讲到他这个什么猎狐 因为他本来就是中纪委 国际合作局局长 那所以 就职责所在嘛 对 职责所在 他去调查海外的这些问题 他自 中国大陆共产党这个系统中间 你每一个人去演被给予的角色 你尽量去把它演好 其实过去秦刚也很用力在演 对不对 只是说他犯了一些错误 那么所以我觉得 刘建超基本上他跟美国没有固有的关系 如果以刘建超做外长来讲 再把这个谢峰的驻美大使来讲 谢峰懂美国比他高多了 比他懂多了 那么前面他上面还有一个王毅 所以基本上刘建超他不是一个 专门来负责中美关系 或者是处理美中关系的一个角色 那么当然他过去有很多经验 跟海外不同的国家往来 作为一个外长 我觉得他是够这个条件 那么索性上面有王毅 那么华盛顿有谢峰 所以应该天花板楼地板都很清楚 他就是在天花板跟楼地板之间 只是分数高低而已 所以照您讲 扮演好执行者的角色 最重要是他没有私人 没有长期跟美国的联系和关系 这一点很重要 对 尤其是在这个节骨也很重要 对 因为这个对比之前的秦刚 就立刻就可以分得出 为什么会选择刘建超 当然除了刘建超有完整的 这个党务资历 经历还有包括说他有丰富的外事经验班 虽然我们说他之前都是负责 国跟国之间的这个政党外交 但是很重要一点 来 在画面的右上方 特别整理给大家 刘建超曾经在1月9号 最近他才特别提到说 中国不寻求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 当前各国都寄望于中国大陆 跟美国能够带头解决全球性的问题 否认中国有过任何形式的战狼外交 那听起来其实他是比较属于温和型的 那但是呢 当然也有人看他是说 他是披着羊皮的战狼 可是我们看到他刚刚提到的 洋洋洒洒这些所具备的外交条件 当然除了习近平看中的是专业以外 是不是也看中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忠诚度 这一点请问师董 我赞红刚才黄老师讲的 其实这是一个角色扮演的问题 我觉得所谓的党务历练 或者是忠诚度 哪个人没有 这个其实是基本门槛 这个就是六十分而言 其实重点就是你的角色扮演的一个能力 我们以过去十年来 在整个中国外交界最重要的人 王毅来讲 在他之前是国台办主任 在他在国台办之前 他的经历都是亚洲失误 就是日本 日本的外交官私底下称呼他是中国王子 可见得他跟日本的一个政界 他没有驻英驻美的一个经历 那日本的外交官私底下跟他很好 当王毅还是处长 就是我们的科长的时候 在日本的时候还鼓励他说 你按照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升官图 你最好还是找个机会 你到英国或者是到美国去历练一下 王毅都没有 结果你看国台办主任 一下子就当外交部长 很快的几年之后就成为副国级的 现在还是政治局委员 你真的从外交之一来讲 王毅是有那么缺的 缺了那么一块 可是为什么他受到重要 我们刚才讲的 除了那些六十分的基本门槛之外 王毅有几个特质 因为某种原因 这个原因我不清楚 他有相当的政治实力 使得他在协调事情的时候 相当的够力 不管是在外交部 或者是在国台办人类 同时他在底线原则之上 他有一定程度的灵活跟务实 所以很多大陆智库的朋友 包括比如说日本的外交官 或者是西方国家的外交官 都会说王毅的能力不能小区 那现在就是刚才黄老师也讲 因为刘建超过去的工作 就是抓政党 他如果跟民主国家打交道 顶多是民主国家里面的小岛 比如说日本共产党 这样的 所以整个西方的外交 都会对他相对陌生 所以我们这边接到的讯息 也比较熟 说他到底能力如何 那无论如何 我觉得如果他真的站上 这样的一个位置 除了帮王毅分擾 使得很多第一线的工作 不需要王毅亲自出现之外 我觉得最重要的 就是说对黄老师讲的关键 对美另有其人 还有就是看刘建超 他个人的一个实力 他个人的一个能力 能不能让他好好的站稳 这个位置 OK 刘建超最近在这个外交场合 频频的露面 来 画面左下方 你可以看到这是在1月9号 他就在纽约出席 这个外交关系协会的论坛 1月12号 也就是在台湾的大选前 前一天他出现在华盛顿 因为他飞去美国 跟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见面 所以那个时候 大家就觉得事有蹊跷 因为布林肯应该是不会 轻易见中方的任何一个 在外交上面的 当然除了他的对口 对等的应该是跟王毅才对 1月24号也见了 印尼跟日本的驻中大使 所以非常多的这些场合 你都看到了刘建超他出现 所以大家在想说 那确实是很有可能来接 未来中国大陆的新外长 当然他这次的访美 也有人说是北京对刘建超的一个口试 怎么看这件事情 还有美方是如何看待 这位未来有可能是中国大陆的新外长 我觉得不用 不必太过度分析 中国需要一个外长 这个人这个刘建超 他的资历非常丰富 很适合 虽然他没有驻美 他缺一些相关经验 但是刚刚施董有提到 其实有潜力 不是每一个外交部长 只牵着有驻美或驻英的相关经验 我是怕美国会做太多分析 不管是政府内部或外部的传承 做太多分析 没有意思吧 就研究刘建超 你还是要跟 也要等到中国正式认明他 那你就跟他 还是要跟他有来往 所以我觉得重点是 你要往前走 那你往前走的策略到底是什么 不要一直把focus在 他这个人过去 有什么样的人物 我觉得重点是要看未来 但是我看这些美国专家 都一直一直把焦点放在 他以前住哪里 以前负责什么 我真的觉得重点是 我们美国有没有一个将来 你怎么会跟这个人 会有什么样的来往 这个才是重点 不过因为他的背景 还是很重要 因为你从他的背景 可以去研判 他未来有可能会 走的方向 但还是 刚才有几位老师也提到说 还是要执行党中央的意志 所以多次表达说 大陆方面没有意思 要挑战美国 或者是说改写国际的新秩序 在这个月初也特别提到 刚刚1月9号说 中国当陆没有任何形式的战狼外交 可是也有看法认为 就是美国智库的外交关系协会的 会长叫弗洛曼 他就说了这句话 他说我甚至可以说 刘建超你是披着羊皮的战狼 那当然这句话说的比较过 不过上次哥怎么看 那接下来如果刘建超 真的是接中国大陆的新外长的话 他要执行的是习近平 什么样的外交路线 还有刚刚几位老师都提到了 在党中央认定的这个外长 是一个称职的外长 那认定的那个标准是什么 但我特别是看刘建超 他在接见印度跟日本的大使的这个画面 那在网路上就看了一下 我觉得是有大将之风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外交训练当然都有 可是每个人有自己的政治性 政治气质 跟政治性格 在很多小地方的时候还可以观察 我对他所谓披着羊皮 羊皮这件事情就很有趣 原来我可能你们会骂我 我觉得因为他双鱼座 所以我觉得他有些动态的东西 他的柔软度会跟其他性格不太一样 就是我个人认为我双鱼座 我是特别在意 但我要讲的部分是 EQ比较高 我认为EQ很高 然后特别是他的各式各样 跟很多性格 这个讲远了 但拉回来讲说 我想其实包括在中国大陆外交部 其实也是 他也算是整个外交系统里面 确实是少数经历过中纪委 跟防腐这个系统的人 因为我自己接触中国大陆很多人 如果你有经历过纪委 特别是在抓贪腐这件事情 你的政治性格会很不一样 你那种你所经历过 看过的东西 你那种状态 性格会很不同 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点 第二部分我补充一下 因为过去他在小青年的时候 他担任过一名 包括菲律宾的大使 他的前任都是宋涛 也就是说事实上 就我了解事实上 他在外交系统当中 宋涛也一直是 举荐他或推荐他的人之一 所以就可以理解 包括王毅 包括宋涛 包括刘建超 在这个系统里头 你会发现现在的 中国大陆外交系统 可不只是 包括刚刚像施董所提到 黄老师所提到的 就不只是英美而已 很重要的部分 是你必须要有台湾 方面的处理经验跟态度 跟这方面的衔接 我刚刚提到 现在中国大陆 尤其在习近平的 在治理上当中来讲 对美关系很多方面 你必须要有能力 同时考虑拿捏在台湾方面的关系 其实中国大陆的外交部 做事情真算有章法的 而且他们外交官的发言 也是非常的严谨跟谨慎的 所以这次 当然中国大陆的一位 驻欧盟大使 就是傅聪 他也特别提到了 秦刚这件事情 他说如果他们做错了什么 那结果就是这样 但这并不意味着 中国政策上的任何改变 此话一出 大家也在想说 之前都不提秦刚 但是透过驻欧的大使 回应了秦刚的事情 意味着什么呢 确实也让人非常的好奇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两岸关系 中美博弈 全球财经 军事战略 客观 多元 深入的观点 专家权威 严选议题 最专业的国际政经情势分析 环宇全世界全球旗舰版 每周六晚间9点准时开讲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